熟悉的声音,恋爱的感觉 珠海是从无道友 原来是一个小线 从1979年开始才见识 和其他的地级系兄弟相比 先天的基础就不足 而且在1979年 香港电视台用只有一盏灯 一条路,一个警察 来形容当时的珠海 可见珠海在那时候是很落后的 最初的经济特区 只有拱北那一块6.18平方公里 只有一个粮站,一个工厂,一家饭店 相比深圳,汕头,厦门三个特区 珠海的底子最薄 就在那一年 工农产业总产值还只有1.28亿元 后来经过两次矿融 也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不到 在地理上 珠海也不具有发展工业的优势 因为它的地形和交通太差了 当时的珠海交通奇差 水网纵横 整个城市被切割成23个孤岛 人家称为五多五少 离土路多 柏油路少 断头路多 路网少 城市路多 乡村路少 渡头多 桥梁少 要想一下 出口一个集装巷 因为没有深水港 要绕绕中山顺德 南海 增城府门深圳才能到达HK 至少要过七到八条河流 运输成本要3K 是深圳的十倍 在这么高的运输成本下 企业能有什么利润 就算发展工业 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珠海最大的湾路 就是大湾区的湾 严格来说 这么多经济特区 除了深圳以外 都不是很理想 但谈论深圳的成功 绝不能忽视香港的因素 香港作为世界级的 金融中心和大都市 充当了全球市场 与大陆之间的二转手 而深圳又充当了 香港与内陆之间的二转手 这样的地理优势 是无可取代的 相比之下 仅有二三十万人口 产业极度单一的澳门 根本无法带动珠海 同时也惊叹香港人 有多么的厉害 仅用四百万元住民的人口 可以推动六千万元的大湾区 珠海要超过惠州 成为船省第五 是时间的问题 广深不可挑战 佛山东莞 经济的总量优势太大 十五年内是追不上的 珠海在有意识的 做大做强城市的能量等级 以往珠海的GDP 一直和它的城市地位不配配 作为珠江西口岸 核心城市 仅仅只有三千多亿的GDP 人口只有两百万不到 虽然人均传省第二 但是总量拿上去传国 比谁都很难堪 何况是珠三角 长三角这发达圈子 至于现在这个 珠江西口岸 核心城市的提法 改成了珠江西口岸 中心城市 核心改成中心 感觉有点降级鞭策了 歌颂完就说一下 珠海对我清零的感觉吧 珠海这几年的GDP上涨 真的跟珠海自己的发展 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主要是看着这几年大搞极箭 说白了就是房地产带动的 看到大部分的小区 只有六七成的入住率 感觉就是骗人进来 各一波韭菜接盘 睁眼一看 实力公司逐渐撤出珠海 之前还有特别的集团公司也在 那珠海现在还剩下什么呢 就剩下房地产为主的国企 就在最繁忙的迎宾大道 也可以看见不少倒闭的商场 或者是在建的烂尾商场 珠海恒情是珠海146个海岛里面最大的面积 总面积是106平方公里 这个岛70%的面积是进建区和现建区 剩下可开发的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 在双重红利政策叠加下 恒情新增企业数量爆发时正常 外资投资 在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之间 恒情的GDP年均增长达到64% 占珠海GDP比重 2004年到2019年这15年之间 珠海通过合作办学的模式 引进了十多所国内知名的高等院校 恒情现在有8万人 其中1万在长龙 5万在工地 其余都在各级的机关单位和国企 原住民并不多 在经济上 财政传珠海是最强的 放到传省也是超过7个地级市 传市最好的项目都在恒情 最高的待遇也在恒情 总结下来就是有钱人不住这里 穷人买不起这里 珠海承载不了太多的商业 只是中转站 人都去澳门了 一个月三千 一边是三万 想想就知道 老实的说 恒情没有50年 发展不起来 最恐怖的就是 现在还有人在推 金湾区的楼盘 开车一两个小时到市中心 还说交通便捷的 我也不怕 那么多的地方 有人在党艺术 让我站可以 请不要考虑 走мотр没有 这个不是 太多了 都发展不起来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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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